我自己在教練和爸爸的身份 我不覺得轉換是尷尬 反而我覺得很流暢 如果在訓練場中 我教練的身份會比較多 因為我作為一個爸爸教練 有時候教兒子的時候 有很多例子可以在空手道中的要求 或是經歷可以做借鏡 其實比較像一個朋友 他會很多時間陪我們一起玩 下去樓下踢球 去到訓練的時候就會撿你練習 可能會有點惡 但也比較仁慈 可能因為我是兒子 爸爸在道場絕對會比較嚴肅 但如果回到家絕對是氣氛不同 大家都很開心 他好像一個超人任的區 他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可能教班 他經常周圍走很多的班 但我完全在他身上 看不到一種疲累的感覺 一齊去經歷 一齊去度過每一個難關 每次比賽都會互相鼓勵 不會像是壓力 不會迫你去做一件事 例如人生裏面 我們要訂立目標之後 來中間的努力 但結果是好還是不好 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為何結果不好 為何不是我預期的 而這些很多時候的例子 我們都可以形容到日常 例如在學業上 或是他們自己的其他興趣 適當時就用爸爸的身份 適當時就用教練的身份 去處理兒子的情況 因為爸爸從小到大都看著我 那些技術都是給我 他在身邊的時候 會給到安全感 以及能量我 令我堅持去練習 讓我去學習 空手樓的獎 對我來說完全不陌生 我自己拿過 兒子拿過很多 學生拿過很多 但我有兩個獎很特別 雨亭和雨謙分別 都在香港音樂節裡 拿過鋼琴的冠軍 我很記得 我坐在觀眾席 作為真正的家長 到他一直宣判 會否叫我兒子一名 誰知最終是叫了鄧雨亭 或者鄧雨亭 那一剎那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一般的家長 是多麼緊張 以及那種期待的心情 是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不會覺得很大壓力 反而我會覺得很感恩 即一出生 有個港隊的教練 是我做爸爸 隨時都可以給我 一些技術 或者給我一些資源 以及會很支持我 很支持我 做我喜歡的運動 如果沒有人 我會覺得很感受的 我會覺得很感受到 就算你 我會覺得很感受到 感谢观看